提到油油亮亮的豬腳 很多人都愛 不過一般的客家豬腳是以紅燒為主 只是桃園龍潭 這間客家餐館很不一樣 業者把豬腳用十幾種的中藥材來浸泡 加入五種酒 製作出客家醉豬腳 有嚼勁 而且不油也不膩 傳成了媽媽的味道 連裝潢都很有古早味 今天十一節的感動時刻 我們就帶您快來到這一間 特色十足的客家餐館 古色古香的裝潢 桃園龍潭的客家餐館 就像個小型博物館 八卦床的床板 變成隔間用的隔板 客家古物 客家器皿 在這裡通通看得到 我十歲六歲 差不多年代 有創意又花心思 老闆江曾偉 把家中的小海房變成了大飯館 而客家料理更是道地 肉絲 魷魚加青蔥 客家小炒 強調簡單古早味 而最花功夫的是這一道菜了 五香 最豬腳 客家豬腳大部分是紅燒的 但是江家不一樣喔 要讓大家吃得更健康 所以加入中藥材浸泡 也讓豬腳飄酒香 裡面含有十幾種中藥材 跟樹種的酒去做的 超過龍營的時間 要去煩酒的按摩 也不用 不但做工繁複 還得幫豬腳按摩 才能夠更入味 這道豬腳可是店內的招牌 端上桌總是能讓人食指大動 因為QQ亮亮而且嚼勁十足 老闆說這一間餐館 賣的是客家媽媽的味道 像是這一道燜土鯽魚 就是媽媽的拿手菜 這是我們客家的燜土鯽魚 它用客家黃豆醬去燜的 用傳統的黃豆醬燜上四到六小時 才能夠讓魚骨入口即化 小時候就愛這一道菜了 因為不用擔心魚骨頭會卡住喉嚨 阿嬤他們就想的方法就是說 看用慢火慢慢熬 讓牠骨頭慢慢的讓牠輸掉 到最後整條魚都可以吃 不會因為要吃鯽魚 怕擔心被魚吃吃到的問題 牆上的店規不准催菜 是堅持客家料理的品質 而店內的氛圍 更讓上門的韜客 好像進入時光隧道 一景一物 將家人用骨液傳承客家好手藝 鯨魚降燜六小時的用心 豬腳按摩到Q彈的堅持 客家阿嬤的菜廚裝成媽媽的手藝 客裝的小矮房裡 尋找兒時的感動時刻